本席及江林军、陈秀欣顶17个人临时提案 建于近日我国校园私生兼性骚扰事件兵船 造成我国教育体制崩坏 而少子化导致父母溺爱小孩 部分叛逆情、少年行为偏差 校园问题是非单单殉导人员所能掌控 而目前教育部虽设有标准程序 但设立多年成效不张 学校为顾及校医往往吃汗压案 导致校园事件黑树大增 当事人权益无法获得保障 同时也让校园行为为性骚扰案件的温床 本席要求教育部修改标准作业程序 要求各县市政府学校接获校园性骚扰案件时 必须第一时间通报县市政府教育局 并委由警察机关介入调查 额辉学校自行安排性评会后 待学校人员调查完成后才通报教育局 造成证据等相关资料以被害人权益 本院委员卢